說自己是病夫的老人,肺腑之言,還未講完。 在旁邊聽著,又很了解病人的一切,要專心護理丈夫的老夫人,就很受感動。 他那時候都想講句話,但不知為何發不出聲。 病夫高老先生就繼續講。 說話雖然講得慢,不過很有條理。 現在他忽然轉了話題講。 我病了一千多天,這一千多天,我基本上每天都會做夢。 在夢裡所有的一切,又好像自己親身的經歷一樣, 好像上課一樣,遊識到一個世界,真是多好。 首先的認識,令我相信物質不滅的定理,和人世是輪迴做人的。 人是從哪裡來的呢? 據我所知,和精確計算,人類每一百億粒精子,只有一粒,可以有機會和卵子結合。 不過還未必可以變成胎兒,又要經歷很多淘汰,才變成最少的人兒,來到這個世界。 有些剛剛來到世上,離開涼胎的時候就腰折了。 正下來的,雖然來到這個世上,不過平均的壽命又很短。 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,每個人合計平均的歲數,人的一生還未夠十歲。 有這樣的道理,在這個世界,任何一個人和另一個人都屬於很有緣分的。 是值得相親,不值得相斥。 人愛人是人,如果人害人,就不是人來的了。 唉,我今天,居然活到七十有餘,我幾時都不覺得悲觀。 人到了六十歲,就是夕陽紅之年。 計證人,就應該屬於越老越開心,越有福氣,就越不會怕死。 人,要有幾度值陽紅氣概。 老了的人,紅心壯志,就更加要有永不消沉的氣質。 啊,說了那麼多,這位高老先生,好像還沒見累,還沒見消沉。 不,她停了一會兒,看樣很快又要繼續說了。 就這個時候,在身邊的老夫人,就對丈夫細細聲說了。 說得好啊,說得好,很有道理啊。 來吧,做爸爸的,休息一會兒,喝一口茶吧。 啊,我們還要慢慢聽你說的嘛。 啊,啊,老先生高天壽,額頭就因言同意。 立刻喝了點茶,慢慢吞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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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吞。 這個大概就是國際律師團團長個人,平時習慣的職業,講課前的特徵。 他不想停就繼續說了。 啊,所有的人,既然很難才有機會來到這個人世,就千萬不要枉造人。 啊,要對得起任何人和自己,要問心無鬼,才算得是大丈夫和有義氣的烈類人。 而那些眼前小利,不認親,思想不好的人呢,只能算是地球上的動物。 雖然貌此人,其實是非人類也。 講話越來越多,開始有些激動的老先生,向前面三個方向就看了一眼。 見到兩個兒子都站在那裡,拿著筆記簿,很認真地記錄他的說話。 老先生就笑著對中家人忽然間說了。 人死的時候是無所謂的,更加不用怕。 因為下一世,照舊可以輪迴,物質是不會消滅的。 所有的東西,永遠依然會在世上。 很多東西,眼看不到,聽不到,甚至感覺不到。 其實,真正是存在的。 例如有很強大的電磁現象,我們誰會看見他的動勢呢? 我先頭不是說的,六十歲是積楊雄的年華。 其根據是你來擔當重任的大戲,肯定是要很晚才能夠完成的。 你們應該還記得,你爸爸最大的那兩場轟動國際的大官司,我贏得了全勝。 從此長了民族志氣,爭了國家光彩,個人就得了面子。 我當時,早就已經超過了六十五歲了。 當時,如果我年輕十歲的話,一定會輸給對方。 為什麼?很簡單而已。 因為長期積累得來的經驗,是最寶貴的財富。 積累是需要時間的。 我當律師做了四十幾年,接案多到不計其數。 從來沒有做埋沒良心、貪意外的錢財。 故此,就做到國際律師團的團長。 五十歲之後,才贏得了高清天的清語。 幾多冤架歪曲案,到了我手上,多數都大白於天下。 不畏強暴,不輕弱小,就是我一生為人做事的宗旨。 說到這首,老人家就突然說了。 啊,真是奇怪了。 最近出了奇遇,睡覺時, 那些人,經常都發夢會見到人物的。 而得到啟發,很值得我老友所賀。 如果要問什麼叫做大象風道, 既要有著最好的思維, 又相當成熟,才是與眾不同。 在夢裡頭得到的啟發, 我現在簡單說出大人物風道, 有餘下幾個表現的。 忽然大敗,而不驚。 無理誹謗,而不怒。 斷腸之時不流淚,死日就是,歸來是。 老先生一口氣就講完大象風範格言, 又順手慢慢地遞起有茶的杯, 喝了兩口。 大哥高貴中,二哥高貴雄兩位兄弟, 又開心有驚奇, 已經傳聞記錄了老父親很特別的講話。 現在手上拿著筆記本的兄弟, 估計知道是講話完了。 眾人同時已經發現父親講話多了, 樣子好像很累,想睡覺。 於是乎,兩兄弟就急急放下筆記簿, 夾手夾腳就護送爸爸, 回到房裡睡在床上。 妹妹高月明就特別開心, 媽媽,爸爸今天講那麼多話, 當然很累的了。 夫人就回答了, 哼,你爸爸今天精神很好, 病好像好了很多, 今晚睡個好覺, 明天就一定會更加好的。 兄弟等人都有同感, 有孝心的家人, 都慶幸由相信父親的病, 即將會一日一日好起身。 過了一陣, 就各人開始陸續返回自己的寢室睡覺了。 現在老夫人小心翼翼地幫老先生, 蓋好厚薄適中的皮。 眾人都有同感, 今晚的老病人呢, 顯得和平日有點不同, 老病人寧瀉開心。 這時忽然間又聽見老先生對夫人催促話了, 我好想睡覺了, 你都累的了, 不用再來理我了, 去啦去啦, 快點自己睡吧,去啦。 夫人聽了就欣言笑著回答, 那你睡覺好覺了。 開心的老夫人, 要尊重老先生的意思, 她輕鬆快活, 離開老先生的臥室住房。 長夜開始啦, 當晚又是那句說話, 經過長夜之後就是天明, 現在是平安無事, 快活地去睡覺, 人人都好像是在那裏說明天會更好。 我們不知道應該哪一天慶祝老人家大病傳遇。 那這裏的人, 沒想到世間的事, 很多時是捉弄人的。 剛剛過了三個時辰, 照舊是長夜之後, 未到天明。 大醫院急救科總值班室的張主任, 他是第一個突然被手搖電話機聲叫醒的人。 現在聽見醫院接電話的人, 就急忙問對方話了。 喂? 什麼事? 麻煩快點說吧。 什麼話? 哦, 原來你們就在我們濟世大醫院住了三年的高天壽病人家床, 不要說這麼急, 我聽不清楚。 說慢點, 慢慢說我才能記錄明白。 醫院聽電話的人, 早就有準備好的筆子, 逐一緊急緊慎地記錄一番。 完了之後, 立刻向張大醫師報告。 聽見電話聲, 久經救護戰陣的大醫師, 早就知道要急行軍了, 現在已經穿好衣服, 靜靜地等候眾人出發救人。 嘻, 救人如救火, 救火同樣要救人。 主任醫師就認真問清楚電話。 在旁邊的助手, 他就拿著火速記錄病人門牌的地址之後, 幾個很有責任心的急救科醫務人員, 立即就變成薄靈衝鋒的樣子。 一人拿著一個藥箱仔, 裏頭就裝著打針筒, 醫生聽診器, 和大小器械, 藥品之類的東西, 等等聲的勇往直前, 一直跑出去。 這邊汽車司機老理, 一早就將有機器聲震動響的中小型醫院急救專用汽車, 停放在直班室的門口等候住。 老理司機忽然耳聽, 眼看, 見到主任醫師和助手, 一個一個聲音風, 每個人都踢足球的速度, 跳上了急救專用汽車, 後門都未關, 主任醫師就急忙叫老理, 快點開車,快點開車。 老理司機呢, 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, 見到主任急救醫師的催促, 直到非同小可了, 立即開足馬力, 汽車很快, 風馳電際, 跑在大路上, 由於是長夜之後, 快快天明, 但是又未見天明, 這個時辰, 就個個都睡到塌了, 條路上又沒有行人, 搶救科, 人人熟悉業務, 行動是零射快的, 司機老理在開車之前, 已經心中有數, 要走哪幾條路, 哪幾條路是屬於最近的, 如果走錯了路, 唉, 這就大得相同, 正式雷公打單, 爭天共地, 到時病人就變成了死人, 那就成了非有意害死了人了, 死人歷來屬於大件事, 死人的家屬就會說, 現在才來, 分明你們全心不良, 拉絲吉老, 現在車上坐在最前座位的醫生助理, 眼看著前方, 左手扶著擔架床, 右手拿著童鐘仔, 來不中要打響小童鐘, 及時準備叫著要老人讓路, 急救科的人, 個個都知道自己有三怕, 哪三怕呢? 第一就是最怕, 在半路中途還未找到救護的病人, 而先車死了過路沙咕咕咕的行人, 第二呢, 又怕走錯路, 聽錯電話, 人已經死了, 車還未曾到, 第三就是怕病人, 雖然到了急救醫師那些手道, 急救車未回到醫院就死在半路中途, 這樣的責任, 同樣等於死在急救醫師的手道, 這幾個醫師辛苦組成的急救隊伍, 這個隊伍呢, 即是又變成了執屍搬運死屍的隊伍, 還有啊, 如果經常死得人多的, 就會好無面見醫業界的同行, 注定又會受到上司眼掘掘, 並且散到立立令, 甚至乎飯碗不保, 那些英明稱職的醫院院長自然就會說, 我們醫院做什麼? 我們醫院是專門做救死扶傷的, 如果死得太多活得太少, 我們的醫院名譽很快就會掃地, 院長又會說, 你們歷來都做著斯文職業的醫生, 因為包醫死人而出名很快, 沒有醫院敢請的了, 那就注定你們要做較為簡單的工作, 最簡單的工作就是掃地, 不過, 知不知道, 不管做哪一行都應該盡力而為的, 就算是掃地工作, 如果斯文那頭又不想用力掃呢? 一樣會失業的, 這樣的斯文掃地同樣會釣飯碗的, 誰不想改行去做掃地的呢? 那就要認真小心, 拼命做好本職的醫務工作了。 醫院遠中的說話, 幾時都在耳邊響, 那就是斧頭砸砸砸砸木, 要層層深入加壓, 世界才會有望發展, 人管人有這樣的手段, 自不然人人都會盡力而為, 醫生起碼要為保住病人, 繼續是病人, 雖然未見存好, 也不至於將病人變成死人, 那就要落力去搶救了。 好了, 閒話休題, 急救車已經走入了正道, 眼前因為條條大小道路都沒有人阻路, 所以急救車就以突快的速度到達高家家附近停低了, 目的地一到, 急救車上面, 個個就變成了旋風式的人物, 醫生護士不是滋滋油油下車的, 好似田雞那樣撲聲就跳下車的了, 接著一轉身再反手, 好熟練地把擔架床一托起就走的了, 那位早就過了筆劃之年的主任醫師, 雖然帶著近視眼鏡, 不過他走在前面帶路, 等等聲, 帶頭的人責任就更加大了, 接著斯文掃地, 所以跑得零射快, 其他的人個個真心恐後, 晚上就藉著馬路的電燈光, 現在發現前面凹凸凸凸的那條路上, 有個很心急的人, 他發現急救車來了, 等等聲就跑過來, 又招手又迎接, 搶救隊伍明白了, 他就要來迎接醫生, 而急急帶路的患病者家人, 只見帶路的人就開聲說, 醫生, 麻煩跟我走, 來,來,來, 就暈這條街仔走進去就可以了, 醫生眾人唔聲不出, 快快吹吹, 轉彎跟著那個人就進了高家那道門, 又上了一層樓, 上了一層樓之後, 照舊是四十幾歲的男主任醫師, 一馬當先, 跟著左右的男女助手, 同時到達樓上, 現在面前有幾個人, 個個都眼淚汪汪, 急到絕望的樣子, 守著一個老人, 男醫師見到這樣的狀況, 出於職業本能, 未來一次說話, 就一撲而上, 用自己右手按著老人的左手, 把脈先, 在旁邊的男助手, 快手快腳拿聽診器, 就貼著老人的胸口, 在那裡聽診, 急救科主任醫師, 突然間好果斷, 命令助手就說, 不用聽診了, 快點做人工呼吸, 哦, 男助手就趕快放下聽診器, 立即雙手很快去, 又熟練地幫老人做著人工呼吸, 主任醫師在這個緊要關頭, 忽然間又叫旁邊的女助手, 在那個最有用的地方, 重重地注射了一針, 說完他一聲不出, 快手快腳, 在一個藥箱仔裡拿了幾支已經消毒過, 銀光閃閃的雪白急救梅花降針在手, 在早就看準了幾個月位裡拿了針, 既緊張又謹慎, 趁著在老人家的身上分別擠入, 再慢慢震動, 現在看情形呢, 今晚的搶救方法, 不但仲西依各種手段齊法, 連當年三國時代華陀大夫, 幫關雲祥針救麻醉止痛, 刮骨除毒之術, 那些最古老的方法都上了陣, 即是說, 那幫醫師現在已經使出古今中外, 最高明快速救命的手法, 總之就不辜負醫院院長委託, 和病人的希望, 要將死了的人救回山, 再將山的病人徹底醫好, 故此, 急救科人馬早就各就各位, 各人盡力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, 時間過得很快, 一刻鐘又一刻鐘過去了, 看著又向病人口裡面灌入了三次藥水, 站在旁邊的家人, 看到醫生的眼神他們都有些明瞭, 那個甚有經驗的急救科主任, 雖然沒有說到什麼, 但已經知道因為病人死得太久, 看來已經是回天無順。 好了, 今天就講到這說, 肉之後事如何, 請聽下回分解。 再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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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。